穿着隔离衣拿起水管 利用高压冲洗帮猪汁洗澡 从事养猪产业超过30个年头 曾圣诚说到1997年的口蹄疫大爆发 还记忆有心 我当前考虑我生是一个很悲惨的事 但是这几年政府也很怕拼 用力后也很认真要专营 有当时也设计不成本 甚至前几年也有用力去到13块12块左右 直接都要撩差不多1、2千块 欠人吃 苔为24年终于摆脱口蹄疫阴霾 如今成功拔针除名 第一线检疫人员心情也有如洗三温暖 想到1997年3月18号那天 在实验室做了低力的诊断 我在那边 那时候是伤心的眼泪都掉下来 因为最不希望碰到的一个动机病口蹄疫 一个受益立场那真是一个最大的伤口 当年全国超过上千万条猪肢 因为口蹄疫必须扑杀 养猪户从高峰的2万5千多户 现在只剩7200户 造成养猪产业上中下游大崩盘 每年损失1700亿 现在台湾猪肉将要重启外销 猪脑们宁尽期盼 现在如果是稳定的价格 有一定的利润 我们来使用我们就比较有信心 当然也希望政府够赶出一个比较多的 只是台湾猪肉成本 每公斤批发价60块左右 高于国际猪价的每公斤50元 价格优势不如人 企业规模化也不大 想接轨国际分食市场大饼 挑战还很大 欢迎新闻成员 我们来找台湾猪肉